阿彌陀佛 各位蓮友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每一次 在我們法會的時候 都會發生一些事情 讓我心裡感觸很深 我真的都不知道 要怎麼樣來傳達 我們學佛的人應該學的是什麼 差不多二十多年前 好難得 有一位 警戒的主管 他到市裡面來 告訴我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震撼 為什麼 他告訴我師父 我們警察節的時候 我們的同仁 大家都 會聚餐 我知道你們的道場 在飲食方面非常的 在飲食方面非常的 講究 各位 真的我們很講究 如果有來極光市的人就知道 不是很多人的那種講究 是讓我們大家吃到身體的健康 是讓我們吃到身體的健康 沒有油沒有營 那種的講究 那一位警察局長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師父 如果 來到場上 你幫我們辦一餐 可以嗎 我說 我說 我這個人是千萬 你知道嗎 局長 我都吃那個錢 沒什麼要吃飲食 那時候台灣還沒有什麼地方在做這個健康飲食 我們知道有一位雷久南博士到台灣來推動這個有機健康飲食 就是我們道場 是全台灣省第一個 把道場供應出來讓他們舉辦的 有一位跟著他的人 是在美國開餐館 很多人就跟我講 師父 你不要吃那個油油的 我帶你來一間餐館 江火 是比較沒有油 比較沒有鹽 已經是全世界第一了 好 我說那我也是這樣又沒辦法 所以現在有人說 廟室 大廟室 做什麼都可以 昨天還有那個林老師說 如果要給他吃 我打敗 有幾位 不管在南部 北部的人 如果要請我到餐廳去吃一餐 我說不是錢的問題 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那種飲食 延爐吃 延爐念 地槌吃了 吃到有三個肉不餓 我要念到不餓 兩三個就不餓了 我現在要講的不是飲食這一方面 其實也可以講 我們不要吃那種不應該吃的東西 等到事情 健康出問題才要來說 師傅 我健康出問題 你給我問我做的情況 我是個安裝的 不然你自己在家自己吃的啦 什麼人我都是這樣講 真的是預防生理治療 欸 大家都在想 你敢接一個 那些警戒的人每天吃的東西都是 很豐富的呢 你叫他沒油沒油的你敢讓他吃 我說不要緊 他自己來找我 然後呢 我想 啊 這一位 主管呢 他有很好的理念 我就跟他講到 真真實實 來我這個道場 我是希望說 知道什麼事情不能做 我一直跟他哭 一直跟他哭 我沒有那個大道理 但是都哭 人說你這個不能做 那不能做 這樣 人後呢 他們那些人都可以就這樣做 你知道那位主管 後來跟我講了一句什麼樣的話嗎 師傅啊 真正所有人如果教練會去做 我們警察當然都很英俊 我想我們今天在我們在座也有警戒的人員 不只是兩位 有好幾位 我不知道是不是暗地裡在點頭 很簡單啊 我自己的道場 我也不在犯法啊 我不能說沒關係 我後面喔 客廂仔仔的 那一天出門 我還故意開玩笑 開車的時候 當然是行規道己的在走 我說沒關係啦 我們這裡有一個道場桌子 我們這個在裡面 開得快就沒關係 當然督察也知道我在開玩笑 師傅 你不要開玩笑啦 我哪有那個款 不是有 它有那個款 沒有那個款 是我作嚴也沒作嚴 假如我不顧 就算沒有督察坐在那裡面 我說車快 開快一點點明明那個地方 那人家講五十 我偏要開八十 捧一下 還有啦 什麼人去在病院裡面 如果整個人沒辦法幫你救啦 醫生沒辦法救 才說 好家在我們有去極光寺拜訓 所以無事 阿彌陀佛 對不對 所以我聲聲聽人家說呢 我就是去對拜訓 所以我們發聲什麼事情 都沒事情 佛祖精幫我保備 我剛才講的話 你們聽到沒有 預防聖雨治療啦 大家如果都不要反發 我說啊 警戒的人 大家都能用 這樣可以不要有警戒的人 還是要他們保護 前幾天我到台中 人家的醫生也跟我說 師父 你很厲害 你一支吹去生子裡面都說 起包割割割 起包呢 拼頭頭比較大 是我也沒有空 也有很多 自己沒有先預防好 碰到我們這裡的一個信徒 說 欸 你怎麼來 他講的一句話 他講的一句話 也許他認為是很平常的話 他說沒有 我現在每個月都來 醫生把我順我的創意 我是沒有每個月都去順 所以就要創了 他每個月都順 稍微看有問題 人家就給他順 稍微看就給他保護好 我真的是希望你們 到佛門裡面來的人 你不能做的事情 我跟你講 不能做 你不去做 不是師父 或是你自己一項館 你要照那個方式去做 所以大家人都 要去信怎麼呢 我有事情 付著幫我保護一下 怎麼沒有事情 其實那有時候 都想不到你們才知道 我希望我一個 佛教堂 他要進來付不人的當中 是他真正好保護 可以教我一些貼負 不能做的 我不能做 這樣沒事情發生 可是大家平平順順 沒事情發生 我去那間道庭 沒靈感 如果我們朋友 去藏多多 應該要破山 結果付給他保護 他們不用破山 我喔 騎那車騎到安全了 去跟人撞下去 整台車都好好齁 整台車都好好齁 不可以修理 他說 我人才稍微想而已 為什麼你不要 搞那個不應 這樣騎得快 還是開得快的地方 你扮下來 有時候我看到 人家在處理你很危險 有時候我看到 有時候我看到 然後那些警察同仁 在幫你們處理的時候 還要挨你的腦 還是說用車來撞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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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這個維持治安破壞了 假如你發生事情 誰來保護你 為什麼我有這個感慨 信徒如果從別的地方來 跟我講 人家在保護 都可以什麼理念 我說 你如果要來這裡 你不要跟我說保護 你跟我說 我在這裡 我會叫你這樣做 你如果不這裡 沒有用一個問 跟你圍起來說 不行 你出很多錢 不要給我出這個問 你要把我帶到這裡 不可能嘛 你認為我這個理念 你沒有辦法實行 我有說 佛祖不會保護 是佛祖跟你說的方法 你自己要實行 你可以保護你 問題是 我們現在在座的 包括你們 包括我自己在內 在還沒有了解佛法以前 真的有很多 觀念就是錯誤的 那在我了解佛法之前 我的錯誤觀念 我要不要 隨緣消就業 就是有一年 我就把我 我自己以前 害人家欠人家的 這筆帳還了 更莫造信仰 從此以後 不管 不管 有什麼 利誘我的事情 這間家 本來兩千萬 他這裡賣我五百萬 我把它買起來 沒有 不能有這些利誘 怎麼樣我都堅持 我不可以做的 我就不要做 才不會 頭前會去向佛 後面又向佛 到七點 還不到七點 他們就想要回去 正好就有一個因緣 有人說 人家不能回去 我問他為什麼 因為他從他們自己親人那邊 講出這句話 而且瞪到兩個眼睛 都快要掉下來 我說我叫他來 他說我不要讓這個人講 他是他們一家的人 一方面 如果講了他先生 絕對會認為 先生跟兒子會說 東人一講 我們的身體健康情形 另外一方面 就是這個 現在講 不准他們回去的人 也有造業 我們 大會像快要開始了 那我要怎麼辦 我也應該進來 昨天 我就想怎麼辦 好你在七點多鐘之前 你趕快幫 把事情講完 那我請啦 另外又會進去 那邊兩個父子在那邊啊 他說我 我要把牠子把你 把牠子放進去 把牠子放進去 指著他們兩個 到底是哪一個 我用眼睛一看 他兒子說 我問他為什麼 那個人就說 那個人就說 今天你們如果回去 要讓你們請 頭前練騎上天 還倒下來 你們看要怎麼樣 然後就講到 他們兩個父子 過去就是 父親是 過去商場上 很有名的人 那那個 他的兒子呢 就是他的小孩 他說不止過去 甚至這一次 你在做生意的時候 都是到九樓去談生意 他父親沒有 沒有敢說什麼啦 他就講到 你如果去做 心指 去跟他們生勝利 還用 毒藥給吃 生勝利 發生問題 你就叫你們這個小孩去處理 他說 老公是小孩 小孩說 我當時有 有的女兒 把那個女的 把她搏 心指 把她搏 他說 那裡有小孩 好 搏 我問他的兒子 你吃到這裡 你的肚子 他說 不是肚子 他從後面的腰幫我踢的 所以我現在 也要讓他腰快要斷 兩個男生 所說的事情 完全中一體 他的父親到現在有時候學活學那麼久 我是追在後面緊迫盯人 你現在還有什麼 他會說沒有 他說叔在你後面就有啦 在你的頭上是沒有 我說不是你吃了以後 我有什麼損失啦 是你自己你看 現在這個果報這麼嚴重 你們相不相信 現在都沒有發生事情的 他在做一些事業真的都是 跟別人的健康跟別人的安全有問題 我都會追著問 你現在有沒有在盯緊你們家的東西生產 可能有一些人會說你有夠煩的耶 來這裡拜託 你又問說 你吃的東西 飲料裡面有跟我們參與什麼 然後他的不好習氣改掉了 差不多一個多星期前 他說有一個朋友抽菸抽到現在已經 進家戶病完 要進去以前還把菸拿 要進去 跟我說師傅 好教授我已經聽你的話 我現在很健康 這就是我們做到好教授喔 昨天我們還聽到 有一位居士 三十多年前他就認識我 然後呢 因為 他也是做很多好事 在佛教裡面去做某一些好事 做 做做做做 然後呢 今天聽起來還說 你們家的槍頂也是他的大佛法 你們三個人三個人 那也是他們的祭崗 他自己也是 有接近佛門 可是他繞了一大圈圈以後 他現在知道自己造的那個業是 不對的 那 能夠繞回來說 從今以後我把那個不對的事情 我全部都去掉 我希望 你們能夠給我一個重生的機會 各位我經常 聽到這樣喔 他來這裡說 啊 我有 創什麼啦 但是 有些人就在國外 師傅你我過來萬年 大家我吃什麼沒看 不是他吃我呢 他人吃的中性肉 馬上進加給朋友飯 剛才運到的人來 我跟他問說 你跟他問問說他回去又吃什麼 他說 有啦 吃了還沒回到到運到啊 那個眾生就已經找他 現在那麼多人他以為他出錢 來扶持到場 我和他一公司 還可以 我如果去跟他逃 逃衝什麼 合作都會給他保備 等到不行了以後 走投無路了 哪裡通通去問 昨天那一位說 他就跟他走到尾了耶 繞來繞去還是他有一個志工跟他講 我說 啊你是怎麼生的逃到極光室 就是我的志工跟我講 財務出問題 健康出問題 他自己也是有一個談喔 就是那個告訴他的人也有一個談 他說 你只有到極光室去找某某人 我心裡一直在想 如果三十多年前 他走入的佛門甚至 指導他的一些修行人 都會告訴他什麼應該做 什麼不應該做 我想沒有三十多年後 他已經弄到快走投無路了 才走回頭 我不希望我們在座的諸位 我只要賺大錢 我給錢拿來給極光室 你要問啦 你現在操作的這個東西 對人怎麼樣 越付持極光室到場的人 我每天都在他下面 刀刀絮絮 可是每一次都會講 好感恩 師父這樣告訴我們 也有很多一直 身體健康情形都有問題的人 他相信我这个不是医生 本来要吃类固醇的 医生说很奇怪 你怎么不用吃类固醇 有的人说你这个胳膊不好 为什么怎么会好去 有的人说你这个头部 本来就是那么大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怎么没问题 无它 是你的信念转变 你的生活转变 你的饮食转变 甚至你的一句话转变 有人就告诉我 奇怪 某某人以前说话 嘴嘴嘴就是一只头十人 现在说话有得完 假如他进来以后 他还认为我有钱 我可以扶持道场 我讲话就可以很大声 我相信在别的地方 可能 得不到好人员 而且在我这里 对不起 谁间哪 多少我都不会去看的人 对我有什么 只是我希望 真正进来这个地方的人 拜托了 都预防 唷 他们真的真的没问题 因为今天有一对夫妻 真的他们平时非常忙 非常忙 事實上他們兩個夫妻感情非常好 最近他的太太因為身體不太好 他就跟他太太說 你身體不好要不要問師父一下 他說師父是大家的啦 我們不要跟自己人減時間 我就自己來認真就好了 我是看到他們的那種用心 而且他不是不來 他們真的有空他們都會來 真的在健康方面亮紅燈 我問你們有沒有吃素 有 這四人的中間有去做那個要求工作嗎 沒有 那為什麼我改變飲食那麼久 我做的事情又很認真很用心 怎麼還會出問題 而且不只是小問題 亮了紅燈 我經常也在擔心 今天就有那個機緣 我說有一點點時間我給你 人家看到他心裡很高興 不是高興了對不起 相反的 人家在不好鬧的人會笑 不可能 很生氣 很生氣 我喔 人家以前開繡妝 讓我沒人家到 本來有一個孩子流產了 對不起我的公公婆婆 講了一大堆啦 我現在如果要講的話 中午你們也不用吃飯了 這對夫妻馬上我就跟他們講 過去造的業 現在你是不是身體已經不好啦 他說我身體已經不好 你在陰很多要想的 好像還是一單很重要的 好像跟國家有關的那種生意 海蛙做到 落貼從此以後沒有孩子 這對夫妻 這一輩子 也跟他非常的相像 但是讓我很感動的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 知道說我心裡很感動 師傅 我們以前做的 我們應該要做的 那些人已經對我很自弊了 不是說 他跟他說很自弊啦 然後那個先生也就是講 師傅 他對我很自弊的 就像盧老師昨天講的 我對他那裡不好 他還要完兩個 還要死 叫另外一個媳婦說 我要死了 你就要來照顧大家 其實是大家和那個媳婦 就是他的女婦孫子 兩個合在給他祈福 大概學佛的人能夠去體會我 過去造的是什麼業 然後這一輩子我們很用心 不是說 誰那我來極光寺 我也是肚子又在聽 頭部又在聽 你以前欠人家的 師傅做主 你跟爸爸說叫師傅做主 我叫你這輩子不要做 我還要叫師傅做主 怎麼可以呢 各位 很多以前真的造業造錯了 這一輩子很容易改過 然後願意承受我過去所造的 這一次的那個痛苦 有些人真的不管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他 他拜的那個 有時候的護法很護持他 跟他講的話 他想說甘惡 然後那個問題一直出來 我們還是沒有照他的話不能解決 所以我不希望很多人現在聽到 來極光寺會解決問題 譬如說你肚子這麼不好 來這裡佛祖幫你用 我的肚子會好去 我回家也可以吃 像師傅沒飯就可以吃 吃下去是在你的身體裡面 是你自己的肚中度跟師傅 怎麼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來了 把那個真正的佛佛 我絕對不會因為你有錢 我告訴你說 吃三錢肉沒關係 你就公司做到那裡 你沒去跟別人吃粗的 那我就去做行李 我們這裡有很多位老闆 現在全部都吃素 酒也沒有 他的行李嚇嚇叫 我不要一個一個這樣點出來 讓你們看 這個老闆也吃粗 是那個老闆也沒吃粗 可是他們真正啊 因為他們真正 很用心在改變自己 很多位醫師也是吃素的 也沒有說你要吃什麼 你要用什麼 照樣很多人要去看病 為什麼 你用一個正確的觀念 不要誤導到那些眾生說 我們就是吃什麼吃什麼 我們現在宿舊佛的要來找那個儀生聖小 我們現在宿舊佛要來找那個儀生聖小 把佛經拿出來哪一條哪一條 大概不會講得這麼細啦 可是我每一次我就想 每一次有人進去我說 我說這樣 你們會聽到嗎 我希望 真的 學佛還是要學預防啦 不是有事情 比較要叫佛祖給我做主 師父你給我做主 你這樣打一打呢 你打死很多人說師父做主 叫那些人不要來給我修理 我真佛極光寺 那蓋起來都不健康 可能雞子給我鎚鎚鎚鎚鎚 是誰給我鎚鎚鎚的 你們坐在這裡 剛才那個人說 本來我要帶那個上面 盧老師也在那裡聽 要把它弄成這樣 我們沒看到這麼上面 我們下面有看到更 他說師父一塊板 如果有那麼厚 要差不多兩百公斤 我現在要把它弄成怎麼 比較輕一點 可是也有遮光 還有看起來那個質感很好的 他說師父啊你用越簡單 我越煩你設計了 你如果用得很複雜的 青菜歐皮頂頂的中午 賣的地方我都不知道 他說偏偏你要這樣做 你不要給我負擔太重 可是呢 我就是想我要做什麼事情 不是只有叫你們 先想好再做 先想好再說 一句話出去你收不回來啦 一篇文章出去你收不回來啦 你做一個錯誤的決定 把人家害死了 你收不回來 夜報都是我們要自己承受 佛菩薩是有告訴你要怎麼做喔 是我們認為 沒關係我們有錢 你佛祖就給我保備 我一再就告訴大家 佛祖就最無法保備那個 你看現在出問題的人 今天我跟一位 他們的同行 我說欸 在那裡那個夜居師 他就是在做藥 從來接觸佛法以後 他就在擔心師父 那藥是不是人家 用農藥用到現在那個 種金屬還是什麼 經常跟我談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 我這麼信徒我放心了 不是他要拿多少錢來 那個藥是應該有分的成分 我不能用 我心裡很慶幸 還好來這裡的人 不是說要在這裡求說 讓我獎金他 這樣 錢賺多少錢 是可以說自己來平安 白人來平安 這樣以後人家才不會找 有時候人家要找這個人算帳 他現在都有改啦 如果佛菩薩負責 他說人家要教你也有一個機會 這是每一個自己親自有事情的人 才真正 不是說 我出多少錢 佛祖就把我保備 還是把我的祖先救出來 要靠你們大家每一個人自己 好不好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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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